香港地, 串金尺土, 各種食物都要快要即食, 但只要放慢腳步 其實香港都可以釀出自己的味道 城市釀製, 的確想做一個香港人, 真正屬於香港人的釀酒廠做一些香港人的產品 為何這樣說呢?我們自己是手工啤酒愛好者 但環顧了香港所有釀酒廠 其實都是由外國人來到香港開的 即是說本土是沒有真正屬於香港人做的手工啤酒 所以我們有這樣的知識, 有這樣的理念 就想做一個屬於香港人的釀酒廠 憑著這份信念, Chloe, Eric 和 Joe 三個人 今年毅然成立酒廠, 一步步打香港人認識手工啤酒 其實手工啤酒相對於街邊商業化的啤酒 你可以理解為用足工序, 用足時間, 用足材料製造的啤酒 手工啤酒可以叫做有生命的啤酒 為什麼呢?因為其實它當中會有酵母在裡面 其實某程度來說它還在裡面發應酵 酒廠12月正式開張, 打頭震的是港男、港女兩款啤酒 港女啤酒聞到香甜, 但喝下去苦劫新辣 就像香港的女生, 外表甜美, 但個個都是女強人 港男啤酒就加入紅棗、桂圓, 好像香港的暖男一樣 之養女性 在我們構思這個香港人養酒廠做什麼產品的時候 就發現原來我們的本土意識就是 我們一些香港人才明白的笑話、術語 又或者是一些遊戲 可能真的只是我們香港人才會理解是什麼 港啤不是只有名字的 小小在樓下藥材店見到的中式香料和藥材 紅棗、果皮、茴香、花椒 都成為他們釀酒的材料 最香港特色的材料? 我猜應該是紅棗 我就會覺得是花椒 因為花椒麻辣火我們經常吃得多 但在啤酒裏下花椒給你一個新辣感 其實就不太多啤酒會這樣做 失敗、嘗試、再失敗、再嘗試 香港啤酒、香港精神 他們也早在一年前開班 教大家一起釀酒啤啤酒 我們自己有這樣的知識 也希望大家一起分享那些手工啤酒的知識 要在家裡釀啤酒過程一點都不難 先將麥芽放入熱水入面一個小時 令到澱粉轉化成糖分 之後煮滾 同時分階段加入啤酒花和其他香料 再將蜜汁冷卻 然後入瓶加入酵母發酵兩個星期 最後加糖、入瓶再發酵兩個星期 就可以喝了 自己在家裡釀啤酒 除了可以用成本價喝到之外 還可以加入不同的香料 釀出屬於你自己的啤酒 手工啤酒近年越來越多人喝 展覽會、美食節 都可以見到手工啤酒的身影 其實香港就等於現在煮著 那些很甜的蜜汁 煮著手工啤酒的熱潮 慢慢升溫 升溫之餘 我們再加其他調味料 令它更多變化和眼光濕色 可能之後會發得更燦爛 東網電視記者黃雅興高度 東網手機APP大革新 即時推出多項新增功能 為掌握最快最準確即時資訊 讀者即時可以自訂 手機訊息推播功能 選擇自己喜愛新聞裏面 做訊息推送 還可以簡說不同靜音模式 非常協心 功能創新簡單易用 立即下載東網手機APP